据台湾媒体报道,香港男神郭富城爆出当年被演员培训班的老师看衰,说他外表全班最丑,让网友整个傻眼。 最近有人挖出男神郭富城五年前上节目受访的影片,向来神秘低调的他,难得谈论当年入行的往事。 自曝18岁那年进入演员训练班,成绩拿了全班第一名,但老师竟然要他不要得意,你的外形是我们同班同学里最差的一个。 主持人一脸不敢相信,郭富城却谦虚地说,当年真的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帅,即使到今天仍没觉得自己有多帅。